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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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了君母明 跟隨小之恩 最主要是金浮喚這個戲呢 是一個瓊聲的一個非常著名的戲 那我們再把它重新演出來 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夠給世間一些人 有一些警示的一些想法 再來就是呢 這部戲得獎就表示 一個昆劇的精彩表演 有了一個歷史更好的定位 藍廳昆劇團 實際上是目前台灣昆劇 撐起一片天的這樣的一個劇團 實際上呢 我們的藍廳昆劇團所做的各種各樣的戲 都代表了台灣昆劇的一個昆劇陣容 所以呢我覺得 我們獲得的這樣的一個殊榮 可以說呢 是對我們整個台灣昆劇 到今天發展的這樣的一個肯定 那麼我們想呢 《才子佳人》是我們經常在舞台上表現的這樣的一個戲 那麼今天呢我們想讓它的多面性更好的把它發揮出來 所以呢我們就想到了這個浪子回頭進不換 那我覺得呢這個題材呢還蠻有意義的 所以呢我們就在《百遍昆劇》當中呢 用了很大的一個篇幅來把這個戲把它做出來 而且把它呈現出來 呈現出來之後呢 我們就有了這麼一個好的這麼一個反響 所以說呢可以說我們當時來挑選這個劇目的時候 現在反過來看是非常成功的 大家好我們是藍庭昆劇團 第二十六屆傳譯金曲獎 八月一號晚上七點中山堂舉行頒獎典禮 八月二號晚上六點中天娛樂台播出 生活的交響歡迎你加入和我們一起創造美妙回響